好,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可以再多加一點東西 比如說呢,我舉個例子 這邊隨便,我在某一個地方 我隨便打一下 比如說 本班 共有 人數 我有一格想要 去統計,本班有多少人 好,這樣子,隨便 然後我想要打在這一格 我先把這個打完 可能有一個冒號 好 然後呢,Enter 然後我想把它打在這裡 本班共有多少人 本班共有多少人 然後呢,我不要去一一去數 好 我也希望是有一個範圍的 那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直接用這邊的公式 那別忘記喔,你去套公式的時候 我說都要去稍微記住 他的英文是什麼 以後你就可以不用用他 直接打英文就可以了 好,所以來看一下喔 我這邊去點他 我把它拉高一點 好,這邊打一個本班共有人數 我這邊就是 這裡下拉 有一個叫計數 好 計數就是要算 你要從哪一格到哪一格 好,你要從哪一格到哪一格 好,其實還有一種 那個做法喔 像剛才你看 他公式出來了 我們可以從這裡 兩格 選起來 好,就是把那個 這一格選起來之後去點 第一個 好 然後這兩個選起來 去點最後一個 這是不是 你要抓這邊的也可以 抓這邊的也可以 反正就是現在要算人數 或者你要從這邊抓到這裡的也可以 比如說重來一次喔 我把前面這一格 我是選 這一個 所以是A2 有沒有 然後後面這一格 去選 最後一個人 選完了之後 Enter 等班共有人數 重來一次喔 不然我從數學好 數學式子比較好 最好不要是文字 我重來一次喔 來 B2 後面兩個 選起來 這裡 B7這一個 然後 Enter 六個人 有沒有 就可以幫你算出來了 然後呢 呃 各科 最高分 然後呢 各科 最低分 好 這邊就是 國文的最高分 我稍微說小一點 這一格就要呈現國文的最高分 跟最低分 英文的最高分 最低分 數學的最高分 最低分 好 那所以相對的 運用的公式 運用的公式 這邊 下拉 最大值 一樣喔 最大值也是一樣 你就把 這一個 前面這一個先框起來 去點 第一格 那後面這一個 去點 最後一個人 Enter 所以各位仔細看 最高分 是不是99 對不對 然後這個呢 這個最低分 也是來 下拉 最小值 有沒有 OK 記住他英文喔 當然是 MAX 叫做 MAX MAX 那現在這是 MIN 就是 MIN MIN 那也是一樣喔 欸 他的公式怎麼變成這樣子 等一下 重來一次 因為我剛才有去點 點他 重來一次喔 我點一下他 下拉 最小值 喔 最小值照理說 不是應該是一格啦 他也是一個範圍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第一格是 這一個 B2 然後加個冒號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 是 B7 Enter 有沒有 所以這最低分 是不是57 所以這也是一樣啊 那這公式 就是這個公式 我們把它扣過來 它自然這邊會變C 所以你看我把它扣過來 我直接拉過來這好了 然後呢 我們來看這一格 C2到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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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最高分99 對不對 那最低分呢 來 再來 拉過來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格 你看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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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到C7 C2到C7 所以最低 是68 沒錯嘛 對不對 那這個一樣 最高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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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的正確英文是 MAXI IUM MAXIUM MAXIUM 是最大 然後呢 然後呢 MIN IUM 這個是MIN OK 就是最小值 所以可以看一下 最大是99 最小是56 所以 這就算不來 可以嗎 好 來 各位試一下 一個是計算 計算 對不起我們先看一下 我再從 剛才沒有提醒各位看 計數 計數 計數的部分 剛才我們這邊不是有個計數嗎 計數 它英文就是 Count C-O-U-N-T Count Count 英文其實就是算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是計算 計算 B2到B7這裡面 總共是有多少個分數 也就是相當於有多少的人 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 好 OK 來 各位可以坐一下